走進貴州的國際大數據產業博覽會 首先映入眼簾的包括華為、阿里巴巴、百度、騰訊、京東等 從數位商業到數位生活無意不包 這位小姐正在體驗刷臉購物的靈敏性和靈活度 另外這位解說員正賣力的跟大家解釋AI超微光攝影機 搭配5G的傳輸速度能精準掌握路口的人事物 現場不少廠商認真的聆聽各種產品特性 為公司的升級採購做準備 現在很多的底層的數據庫都會在讀協上面都有瓶頸 如果像其他產品我們可能就來不及入庫 數據就會堆積在那邊 那麼我就沒法實質地進行分析 以前可能要到分鐘級的 然後現在可能就是秒級就可以出來 你知道嗎 其實蘋果呢 它在貴州的地方也設立了一個數據中心 這是繼美國跟歐洲之後呢 在全球設立的第三大數據中心 總投資金額呢是10億美元 最主要的原因是要提供給中國大陸的客戶 更穩定更快速的iCloud服務 除了蘋果 華為一座全球雲數據中心 也在貴州的省會貴陽建設中預計8月竣工 原來高端的數據中心 70%左右是國外商家占有 現在國內在高端數據中心上 國產產品的市場占有率已經超過了一半了 那麼未來還會有更大的比例 那麼這有利於我們國家進一步推動數值經濟的發展 5G出來後 全球的生活更離不開大數據 如何建構一個萬物皆可互聯的智慧型世界 一成必須 TVB新聞余星翰 陳向如 貴州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TVS News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